嘻嘻嘻嘻 哈囉大家好 我是哈姆姆花的來往我們的KOF All-Star 好 今天是6月2號 禮拜天啦 禮拜天晚上要出去吃飯 所以發布完影片我應該是不在家了啦 可能就8、9點回來吧 我大概也是5點半吧 看情況吧 也許5點5點半 發布完就跑啦 好 那今天繼續來玩這隻雷歐娜 上一期大家留言嘛 傷害有人說是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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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有人說是 21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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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來試試看 我們來試試看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還沒試 我這還是上一期的狀態嘛 上一期 的狀態 呃 打初雪 我都沒動啊 就跟上一期一樣 卡片一樣 就裝備都一樣 都沒動 好 絕景石 一刻而已啦 然後擴充程式那些啥都沒有嘛 啥都沒有 那我們的技能的 狀況 目前我這是一星嘛 所以我就有這個而已啊 所以我不用集三格氣啦 不用集三格氣 反正我就全部放PVE吧 呃 技能1 它是 可以 將13技能冷卻 所以1可以連按嘛 所以有人說131313 然後2的話是極限護甲 然後扣法 所以有人說是21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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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三連按 3的話什麼傷害係數200 最高600 可能這個比較痛吧 比1痛 那你針對你的按法可以去EX核心 就那個核心面板看你要怎麼點 那我覺得應該是545吧 既然1跟3都會容易重置一直用的話 那就545 對對對 根據大家的反饋是這樣 那我們就來試一下 我忘了我昨天打多少 我現在先正常打1場 就是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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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先看正常打多少 我就簡單打個3場 然後再去爬一下塔 33塔我都還沒爬 我這邊直接213吧 2 2 2 1 3 起手吧 Auto先關掉 他這個Auto給我亂按 這是1 2 3喔 我當然要找他 應該要無敵了吧 有點炒 好好500多 我這邊不知道打多少可能是5600吧 好560 560左右 這是我放PV然後123這樣隨便按 那因為113要減冷卻嘛所以有人是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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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2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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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31313比較難按因為我的按鈕是分開的 不是分開就是因為他在兩側兩個是對立的位置 相對的位置 怎麼亂跑啊 他會瞬移啊 瞬移就有點像那個誰的招式 雅典娜 好 我剛剛是忘記了但是後來想到了要1313 又比較高嗎 我不知道 可能沒按好 好 好這是1312 我現在也沒比較強啊 好像差不多 好像差不多啊好像比較弱 600比較弱啊 600比較弱啊 是不是比較弱啊 剛剛是不是6006667啊 我忘記了 反正我這個才600而已啊 好 那我們再試一下網友說的另外一個網友說的213333333按住就好 比較簡單 我來試一下這個按法 你們自己也可以自己嘗試啊不一定要聽別人的嘛 像我也都是人家講完我就稍微再測一下 啊 餓我還會亂跑欸 有的山會亂跑欸 有的山會亂跑欸 喔 山是漲風喔那應該還不會亂跑 那應該還不會亂跑 喔喔 再放一下補一下123 路比較強嗎 沒有啊 反而更弱 對不對 啊更弱啊 感覺更弱 所以結論齁就是自己測試自己測試 我覺得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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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傷害是最高的 是不是 我來看一下我剛剛的紀錄好了 因為我有點忘記 我這邊先切一下 我剛剛看一下我剛剛的那個數字啊 12312313大概560 560 然後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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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600 然後那個網友那個21333333 好像也是 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大概就480左右吧 喔我自己按的這三種按法是這樣 那我這是模擬器的啊 模擬器傷害會更低一點 然後可能按起來會更卡一點 那取決於你按的順不順 我覺得是這樣 那那個21333333480 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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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0 然後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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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所以現在看起來是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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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強 因為13都能減冷卻啊 都能再減冷卻啊 所以 打起來應該是更痛 目前這樣看起來是這樣 目前這樣看起來是這樣 那如果你們有這個角色 你們可以自己去研究要怎麼按 好不好 看你要怎麼按 自己 以自己為準啊 我只是給大家參考一下 把大家的意見心得收集起來 然後再測試過這樣 好那我這個核心技能都還沒點啦 核心還沒點 畢竟還沒三星 那我如果要點的話就是545啦 好不好 545 因為好像有網友在問嘛 也是留言問 我還沒有認真看 但是我剛剛看起來如果知道這個按法的話我會545然後13連按 當然2000出啦 24可以降防嘛 扣防禦 然後再13連按 那極先護甲的話 是哪一招啊 是禁連二嗎 禁連二嘛 然後扣他的防禦 然後增傷嘛 所以二先出啊 二出完之後你就1313吧 你就1313 按越快傷害越痛 你單純3的話更弱 好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來那個 玩一下30層塔吧 我也還沒打 這個當然是一定可以爬完啦 因為我都一星了嘛 一星應該有人已經畢業啦 結果我玩一下 玩個5層左右吧 我自己哈姆號應該也會爬一下 不過我哈姆號只有那個 好等一下我只有那個90等而已 這跟小狗一樣 哇好多氣功啊 我都213或231 231都可以 還是213 反正二先出啊 因為二是極限護甲啊 那如果你怕的話 掌風也可以吧 他就死了 沒有他沒死 好 死了 因為我的傷害都沒打到他啊 我都跑來跑去 因為他是屬於會 穿透敵人的身體 跟那個雅典娜一樣 可以穿透敵人的身體的好處是 你打那個 幻影之塔的時候 可以閃到敵人的後面去 你就多一個閃避的方向 你不一定要往後閃 你可以往 往前 穿越他 直接按技能就穿越了 你不用按閃避 你們看 直接穿透過去 你看 直接跑過去了 還會再跑回來一下 這招就有點會打空的感覺 對啊 我應該會回血吧 我忘記他的回血機制是 哪一個 昨天講我就忘了 反正他那個PUE冷卻超快 從35秒直接降到剩5秒 5秒多這樣 有沒有 他的禁忍給我感覺就是 兩個掌風嘛 尤其是那個氣功球 就沒那麼好用 然後禁忍又突過去又突回啦 我自己覺得他的那個移動力很強啊 然後打敵人的感覺就是沒辦法 馬上就輸出這樣 我都沒有放奧義了 我們來放一下長奧義 看他動畫時間多長 因為那天我打的時候 Boss直接被我秒啦 所以 感覺好像很短 就暴躁就沒了 還可以啦 大概 不長也不短 恢復 極限護甲 然後又回血 回血 微撲 以前微撲好像是99 有沒有就打一打你會直接穿 穿完穿去然後你 感覺上到就打不出來 好 新武拿到了 新武好像10層以前就可以拿完了啦 但是我應該也不會做 我懶得做 這個號我就沒怎麼養成 就紅寶石抽一抽而已啦 抽個200抽或400抽這樣 我現在是200抽嘛 還有戰鬥卡150抽 通常如果你是岡路坑玩家你就抽新角就好了 就200抽就夠用了 先抽來用 不要想說你要五星 五星你要存10萬 10萬要好幾個月 他這個 如果你的UE沒有冷卻好的話 如果你就立刻用的話 他的冷卻時間會跟那個 PEL 威肯 就是我們的那個爆發 簡單說這個這個冷卻跟下面冷卻會同步 你看我原本剩五秒嘛 然後我直接爆氣之後那個就 又跑出那個20幾秒了 閃 你看他們這種勁就是 不好用 不好用的核心內建必殺就是這樣 會被閃開 因為他那個接觸命機 他那個判定只有一點而已 一點你只要閃開就閃掉 可洛斯 殺了你喔 可洛斯就是殺 有了啦 嘿喔 感覺好像在玩那個97瘋啦 沒有啦 那一隻 衣服好像是紅色的吧是不是啊 忘了我記得好像衣服好像是紅色的 看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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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的衣服好像給我感覺印象中是紅色的 喔也是綠色的喔 那有什麼不一樣 頭髮紅色 一樣啊 我這意思說就 都一樣 差別不大 好那繼續打 第10層可以拿完新屋啦 這個這邊新屋就是 10層就拿完40個 我今天有做任務嗎 我今天沒做任務 我是說哈姆那個號忘了做任務 忘了做那個 那種 活動任務 忘記了 因為我就 晚上幹嘛去了 忘記了 喔晚上有玩別的遊戲啦 我躺在床上玩別的遊戲是日常 不是日常就是跑 一樣是類似這種跑官 跑圖 就天地劫啊 天地劫算蠻好玩的戰棋遊戲 天地劫 而且我發現我暴氣之後 怎麼下面那個冷卻也動到啦 這有什麼奇怪的BUG嗎 很奇怪齁 就是我剛剛 我暴氣之後 下面那個突然就變 有一個冷卻時間 他就會恢復 他可能就是原本已經剩5秒對不對 可是其實他可能原本是35秒 然後少了30秒 可是當我又暴氣之後 他就會又 跑出10級20秒來 大家聽懂我的意思嗎 感覺好像有BUG 他那個計算有BUG 我覺得是BUG 他如果不改的話就很奇怪了 我待會試給大家看 比如說我先放這個對不對 我現在是30幾秒 那我現在開始打 我是變5秒 因為冷卻了 然後我上面這個 下面這個冷卻完了對不對 我現在放上面這個 你看他又升2幾秒 他同步 他是不是很奇怪 那我現在到底是用了沒 我現在到底是 用PUE還是 還是一般的那個 好像沒有 感覺他的UE跟PUE 冷卻 有點小BUG 我這個放了然後打一打他不是剩5秒本來35秒他打了15秒他就好了 好了之後我放這個 POW 理論上他不會不會出冷卻 但是他就出冷卻了 我認為這是BUG 我認為是BUG 嬰西德修 我再試一次給大家看 那我看看他放完之後是他他冷卻之後 我應該就沒有那個PUE效果 因為PUEE3E3可以連用 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直接冷卻了 我現在用了對不對 他剩6秒對不對 你看我們看一下 你看我現在放 PL維坑 下面冷卻好了 你看他不是E3連用 所以這個只是一般的PL維坑而已 我既不能用UE也不能用PUE 因為他們就有BU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是說你們看影片的人有沒有發現 我是說不知道其他人有沒有發現這個BUG 我認為是BUG啦你這樣子很奇怪啊 那我只想用 我只想用UE的人有沒有 變成我每次都只能這樣 讓那個確定E3可以連用 兩個掌風有沒有 一個軍刀一個光球 沒了吧 唉唷 沒有先餓一下抱歉 沒有扣他防一下 OK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給大家參考一下 我要趕快切帳號去玩我那個 我的號我忘記做任務了 我忘記做這個任務了 這個這個這個 宿命任務我忘得住 不是這個號這個號我都沒做 好 好那就這樣啦 給大家參考一下 好的我是阿姆 我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我們下期再見大家拜拜 拜拜